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谷的栏目 今天我们五盘剪评的节目呢 来聊两个话题啊 第一个是油气股炒作结束了吗 第二个 司机跑去炒手套了 从昨天晚上美国的油气股来看 出现了大跌 然后今天马股油气股也出现了下跌 到底是暂时的回调 还是整个炒作结束了呢 第二个 资金跑去炒手套了吗 今天手套股出现大幅的向上 到底是反转还是反弹呢 如果说你也很想知道的话 就点个赞 我们马上开始了哦 我们先来看周边市场 从昨天晚上欧美的股市来看也不怎么好 比如这是欧洲啊 基本大多数也在下跌 美洲这边 昨天晚上美股三大股指也都下跌了 道指跌了0.59 标普500跌了0.58 纳斯达克跌了0.52 美股的下跌是暂时的回调 还是结束向上了呢 今天亚太股市截至中午收盘时间也是出现了分化 当然 涨的国家还是占多数 目前来看菲律宾 印尼 菲律宾 印度上涨指数 以及新加坡降幅靠前 但是上涨没有超过1% 下跌较多的像穿越板 国际指数 以及日本 马股这边目前是处在涨地的边缘 然后我们来看马股今天的情况 马股早盘还是震荡向下重新跌 然后后边到9点半的时候有上冲 但是突破黄线之后没有站稳 目前是围绕黄线在震荡 从最近走起来看的今天是下跌的第二天 如果说下跌连续超过两天 就容易结束一个上升趋势 从这一波上涨 实际上昨天我们有谈到这个点 也就是下跌的时候 从3月16号到现在为止 实际上它的下跌的时间是两天 看到吗 所以说今天如果收盘收了个阳线 收了个阴线 还是正常的 明天再收阴线就不正常了 所以说我们要小心 对吧 今天阴线还放亮了 所以说是不怎么好的一种征兆 从60分钟图来看 也已经跌破了中轨 一般跌破中轨的荣越 演化成下跌趋势 但最后这个60分钟图呢 没有结束 如果说到下午半小时之后 还没有收回中轨 那就要小心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盘面特征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只说下跌了3.09 跌幅在0.2 上升的股票是308 下跌的股票是366 这样来看的话 下跌的股票数量多一些 从行业来看 目前只有五个行业上上 Energy呢是不涨不跌 有六个行业是下跌的 当然今天涨了比较多的 涨最多还是这个Healthcare 跌最多的是这个Transportation 今天跌了蛮多 跌0.86 一大跌幅都比较小 涨比较多的也只有这个Healthcare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它的行业走势 Healthcare板块今天早上 确实是出现比较大的向上 而且还突破了阶段性的新高 到中午时间呢 基本上就回车下来了 从目前走私来看 它的阳线还是一根 对吧 然后你看从这 其实从这开始的 阳线只有一根 也就是单阳的模式 所以今天如果刷完盘之后 是一个阳线 不一定是好事 明天如果刷完盘还是个阳线 那就变成好事了 如果明天刷完盘变成阴线了 是吧 调整的也就是最多两个 然后获得一个 根据目前的规则呢 我们可以去进行判断 该怎么样操作 是不是 然后是 utility这边实际上还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电力这一块 发现下边的资金状况是非常明显在上涨 并且已经突破了前级高点 电信这一面呢 今天临近到中午的时候有拉升 外资比例有所增加 但是交易量一直在萎缩 现在有一点站稳中轨要往上走的意思 从收盘价来看 实际上已经突破前级这个高点了 对吧 Plantation这边昨天大跌 今天呢是冲高回落 从资金状况来看 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下面的交易量也是在萎缩的 瑞斯这个行业目前是接近到上轨 接近上轨之后 目前有一种走向横摆的一种倾向 目前的话基本上是属于震荡的格局 当然今天的收阳线 如果说没有办法突破阴线的容易转下 从资金状况来看呢 还是在倾向于减少的 Editor这边 前面我们有谈过 关于它的下降的喇叭口 是吧 之前画过的 现在这个画线一眼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它为什么它不起的呢 你看你知道为什么不起了吧 实际上是因为它又到了这个 位置是吧 到位了啊 你们所谓的 已经接近到喇叭口的上轨了 是吧 下轨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依然去使用 就是下轨的位置 对吧 那么说未来会跌 还会跌到这个下轨吗 不一定啊 看它在中轨附近 也就是布林县中轨附近 这个位置 831点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撑住 以及接下来 如果说这个缺口也没有被回补的话 是更好的一种情况 缺口不回补往上容易突破 比如说今天从原油来看啊 还是从这个油漆板块来看的 上升的幅度都缩短啊 缩小了 印大水这边呢 目前是震荡 从资金状况来看是没有变化的 交易量是有所萎缩的 financial service这边 目前呢 看到是下跌 嗯 而且呢 下边是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从Tenogy来看啊 这两天也开始调了 刚好是触及到上轨 触及上轨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中轨的位置 中轨线是六百 六十一点九一八 如果没有突 没有跌破 就还是很好的 那未来有望开始反转 对吧 跌破了呢 就继续震荡下跌 进入一个下跌趋势 Property这边 前面两天是大仗的啊 基本上你看现在从这一波 来看也就是这样最多 也就是两天就调整 是吧 两天就调整 两天就调整 这一次调整可能不止一天啊 因为他出一道上轨了 跟上一次比的话 你看这边也是出击上轨 是吧 然后跌下来一波 现在目前突破上轨 再回来 是不是又这么大一波下跌呢 我们需要看啊 如果明天再跌的话 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了 从资金状况来看 目前还是属于 正常的 这是有短啊 只有稍微的萎缩 Consumer今天低开低走 外资有减少 交易量也萎缩了 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的话 不属于热点 Construction今天跌比较多 有天有突破中轨 但是中轨现在依然往下 是吧 今天回来也很正常 对吧 昨天是突破了前期这个小平台 今天回撤也很正常 所以只要接下来 第二天 也就是明天 继续收阳线 并且突破 昨天阳线的一半就更好 昨天阳线最高价就更好 从资金状况来看 是萎缩的 Transposition呢 是突破中轨之后 又回到中轨见一下 现在调表多 从整体上看资金状况是 持续减少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个股的表现 那个股来看 上升超过18星的股票 只有13只 下跌超过18星的股票 已经到达18只 那这样来看的话 代表是空方占上风 空方力量比较强大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具体的个股 前面几个都是属于 比较差的 这个4375 这两天有出现向上 对吧 是不是意味着 下降结束了呢 从下面的资金状况来看 就是说有增加 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的weekly 实际上weekly这话 也接近到前一地点附近 是吧 跌了六周 然后起来的 其他没有看到 什么特别明显的 1694的话 是因为震荡很久了 对吧 它交易量当然也非常大 是吧 但是它是不是有效突破 一看下边的这个资金 资金的话确实很强 是吧 今天是上了70% 今天是高开高走的 如果明天继续上的话 就容易开启三浪 主持浪的模式了 0075属于这个医疗管块 然后这边呢 是前边一直在 高哥猛进的 0183 萨拉夫提卡 是吧 今天要涨了9% 从资金状况来看 显示比较明显有 中价增加 是吧 768的话基本上是触底回升 今天的外资有所增加 然后076的话 基本上阶段性高 已经刷出阶段性的新高了 然后其他的账幅就没那么大了 0250今天占了个0.5 这样那个5.3 其他的我们就不看了 如果说你还想看你自己的股票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把带码到这个评论区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大多数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如果想要每天去 及时了解到股市的细资讯的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频道更多好料 想要学干货好料的订阅之后 会有更多内容推送给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